大家好 我是老房 今天我们来到了文昌发射中心 坐在我对面的是杨文高级工程师管测发系统 那么杨老师今天有一些大众关注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您 在任务的发射的过程中 你看测控测发系统一字之差 那么测发系统主要是对于火箭发射的过程中做什么工作呢 这个测发系统就是我们发射场的五大系统之一 主要负责就是说在我们发射场负责我们的火箭卫星的监运 就是从我们的机场或者从我们的码头 然后把我们的火箭卫星等产品然后运到我们发射场 接下来它要在我们的厂区的测试厂房里面进行调装 然后要进行拆解 然后下一步来做这种很详细的检查测试 然后我们要把它运到发射塔架 最后再组装然后再加注最后的发射 我们的测发系统是跟火箭卫星产品直接打交道的一个最核心的系统 对整个发射场是一个最关键 也是一个最复杂 然后也是我们在发射场去流程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参与测发系统的相关的技术人员 在我们的任务过程中都是比较核心比较关键的一些岗位 这个大概是测发系统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据我了解西商卫星中心有一张地勤网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第三代了 第二代的实现是由全覆盖您牵头完成的 那么第三代也是您组团来建立的 那么这样一张网是怎么样来形容它 它到底在我们的发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发射场你看我们的是很分散 我们发射场的系统很多 然后也是分了整个发射场的各个领域和方向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对整个发射场的状态要能够全面的掌握和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发射场就建立了一套对整个发射场这些设备系统进行状态监视这么一套系统 我们把它简称为这个地勤网系统 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实现了它的整个网络化和数字化 这是最早一期的时候 然后在第二代的时候我们实现了它的信息化 然后使得这种网更密更严密 然后感知的更全面 这个是第二代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我们现在第三代它要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智能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注点 所以这要推动就是说整个我们发射场向智能化的方向转型 所以在这种网络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获取整个系统的数据 然后通过对数据的洞察 然后掌握到系统的状态 最后通过对系统的分析和判断 辅助我们的指挥员和我们的操作人员 对系统的操作和判断 这样有利于解决实现远色化无人化智能化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我们整个地勤网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在整个的这个智网过程中 你看您提到了智能化的地勤网的建立 那么是不是它有一种自动的纠错的功能 来替换掉这种错误的程序 往智能化发展过程中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说要大幅度降低这个人为的干预 就是实现这里面的大部分过程的智能化 然后对一些状态的自动的判断 自动的分析自动的决策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主要的核心工作 大家在看火箭转运的时候 长征5号是四发助推器 那么这次的长征8号13是两发助推器 那助推器在发射车转移的过程中 它是怎么在这个上面固定的 大家都比较好奇 因为感觉好像没有支撑点 不太稳定的感觉 它这个支撑点是怎么连接的 我们的核件然后要在我们的发射平台 我们下面是活动发射平台 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进行组装 然后还转运 然后最后还加注 然后它是这么一个三锤的模式 所以在这个固定非常关键 就是在这个火箭 然后我们整个发射平台的固定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射平台上面设计了这个支撑臂 我们叫支撑臂 支撑臂它下面有螺栓 然后有连接机构 然后对火箭的起了固定作用 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还加装了大量的这种感知设备 传达设备 时刻监测我们的火箭和我们的这个发射平台的 之间的位置关键的一些测诠参数 能够掌握到火箭的姿态 正是在这个活动发射平台的受理情况 所以这里面能够全面的确保我们这个火箭 在这个整个吊装和转运 以及发射前的所谓的它的位置情况 确保它的火箭满足我们的发射要求 那么就有更多好奇了 那在火箭发射的时候 它既然是固定的 那怎么把它断开呢 我们有这个前端现场 我们有它的这个连接机构 然后可以就是松开这个固定装置 然后这个装置 让我们是通过远程的控制的方式 然后让它断开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方式 据我了解您是专业是工业智能化 以及相关的应用的 那么这种领域的高科技的 大家听着好像跟这个火箭它有什么关联的 怎么样应用 为了要保证火箭和卫星顺利的发射 我们有大量的系统 发展于很多不一样的系统 整个这些系统 我们现在需要进行监测判断 我们要围着火箭卫星 判断这些系统有没有异常 满满足我们的测试发射的要求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涉及到 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判断 所以在工业智能和工业大数据这个领域 我们是利用这些数据科学的知识 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然后我们和发射场的业务结合起来 然后解决就是说通过数据 能够去洞察和分析判断 整个发射过程中的测试 这些数据的一些状态 目前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工业大数据技术 能够大量的在我们发射场应用 这也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科技 在助力我们中国航天的发射 对的 在岸部就班的完成航天任务发射的工作的同时 您在学术以及工作之间是怎么样协调的 这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一个时间分配 或是能力分配的一个问题 我们因为是面向直接航天发射很关键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面临大量的一些工程实践 还有一些理论探索 我们在这里面开展大量的研究型工作 这边研究型工作主要是从工程实践的实际问题出发 然后去理念这里面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 开展一些深入的理论研究 所以我们是从实际的工程问题 然后到我们的学术问题 通过方法研究得到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然后最后又回到发射场的实际的工程中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闭环和一个良性形态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觉得在工程实践和理论研究 相辅相成的 这里面就是既有理论问题 然后也有工程实践 能够很好的互相的支撑 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结合 而产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非常感谢 今天杨公也给大家了解了一下 具体的介绍了我们的测发系统 到底是在我们的文昌发射场是怎么工作的 以及观众朋友们好奇的一些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对于航天事业非常的热爱 那么有一些青少年可能也想往这方面发展 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我觉得航天事业是代表我们国家重大科研实力的这么一个行业 非常欢迎我们的青少年从小能够立志从事航天事业 完成好我们目前的中学学业 同时来要关注我们当前航天事业的发展的方向 就是未来我们航天事业会向无人化 航漫化这个领域来发展 所以这个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吸引人 我们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的这么一个事业 所以非常欢迎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未来能够加入我们航天事业这个大家庭 所以还是说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是的 是的 好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能接受的采访 谢谢